大家好 今日1月19日 星期三 美股昨晚出现明显的下跌 导致跌了五百多点 纳指跌了三百多点 但对港股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反而恒生指数早次先高开 先看指数 今早指数先高开117点 到24229 然后更加一度升到24286点 但没有法子再推进 因为成交金额不足够 其实在24000左右的市场 你要再向上推 不理你三百点四百点 你真的要成交金额 如果你持续在1000亿11亿 成交金的动力下 股市很难作一个明显的推进 结果在零零碎碎的沽压涌现下 市况就渐渐趋向于反复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我仅计非常的计务 今年的指数曾经稀少低见 23951 微跌不太多 虽然昨天收市跌了161点 但在这23951点这刻 指数曾经碰棄了十天和五十天下 二十天下午三十4千下午三十多点 已主定溫定百分之二十美 五十天下午二十何少日 其实意义不重大 因为就算轻轻碰穿 不是代表大市会大跌 只不过技术上、形态上 如果恒生指数一直在 10、50、20天线流上 目标一定是直至100天线 不过没有成交禁止就没办法 万一轻轻触合 只是代表大市整固不明 或者整固等变 但一旦指数在收市那刻 真的跌穿10、50天线 整个略为反复而不明的势头 又会渐渐重现眼前 幸好今个月的低位 是6日22,709点 距离今月的低位还是比较远 所以最多是反复不明 或者整固不前 不需要太担心 农历新年快到 可能市场的气氛 已经渐渐趋向于比较保守 每一年到農曆新年前 似乎投资者的战意都不太高 况且香港亦都知道 6点钟禁止堂食 在疫症冲击之下 大家的心情 或多或少都受到影响 加上大市的气氛亦都比较保守 交投亦都比较薄弱 整体来说 暂时没有一个意欲 没有一个卖点 触动了投资者 入市做一个短线的搏击 先不要说是中线的投资先 两格三格三格两格 这样升升跌跌 很多时候做短线的 就算你免佣也好 你不够水位给它转身 它是情愿观望 可能真的要去到農曆新年 过了之后 然后才有少少比较快放的情况 让我们见到 一月份的市值到现在这分钟 仍然是先帝后高 由6日的低位22,709 升到13日的高位24,561点 由于6日之内升了1852点 高台一直在整股消化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 只不过最好不要触及 或者跌穿10和50天线 股份走势方面 仍然以旧经济股比较当道 包括汇孔升得比较急 由42.2到55.1 升了12.9之后 有细幅度的整股很正常 但即使如此 股价仍在54元上 中移动仍在50元上 中行、公行、建行 仍然相对在高位 平保咬着60元左右 换句话 传统经济股份表现 大股仍仍是平稳 不过没有快放的情况 让我们见到 新经济股暂时比较个别 京东就好一点 但其他那些略为整固不明 总而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气氛 这是真的 所以咱们说 超级股盟态度就比较好低了 大家好 今天是1月19 星期三 美股昨天晚上大幅度的回调 可是对港股来说影响不大 当然早段指数曾经一度的轻轻的反弹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高开117点到24229点 曾经一度再上升到24286点 可许没有办法再推进 因为强调方面的确是不足够 往后再一点一点的固压影响之下 指数曾经一度低见23951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是回调了161点 好了回调161点基本上不太重要 问题就是在这个低位的时候 指数曾经一度轻轻的跌圈10天跟50天线 因为现在10天线大概在23964点 50天线现在大概在23977点 等于说在24000左右水平的股市 只要轻轻的往下调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跌破的信号 从走势方面来看 这方面的确是带来一点的担心 因为自从恒生指数回升到 10、20跟50天线以上 整个股市已经摆脱了 反复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可是问题就是前兆一直不太足够 变成了说股市暂时是没有他大的动力 好了没有动力不要紧 反正股市在24000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整股本来问题不大的 可是要是有一天指数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反复而跌圈10天跟50天线 那问题就来了 本来这个整股等变的股市可以往上走 也可以往下调 既然是走在10跟50天线以上 当然是往上走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不过可能要到过年后才会有 比较明朗的走势给我们看到 可是要是走在10跟50天线以下 那等于说整个股市又在出现一个 仿佛而不明的走势 对短期股市的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来说 的确是有一点不利的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现在股市不明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新年快到了 可能大家都没有一个草卖的心态 所以变成股市的成交方面还是比较低迷 第二就是内地的股市 虽然说还是有一波的慢慢上升的走势 可是暂时也看不到太明显的上升 变成来说那个刺激对港股来说 暂时可能不会太多 第三而最重要就是成交方面 动力不太足够 现在看起来股市在2万4左右水平进行一个整股 本来问题不大的 可是要是说成交方面还是一直比较低迷的话 不管是哪一天 这些股市之间有一点点的固压出来 指数就算不会怎么样大点 100也好80点也好 出现一个这样子反复 指数已经可以碰到 也可能是叠成10天跟50天线 因为现在10跟50天线 距离那个2万时间点相差只是几十点而已 我们就看多一两天就知道股市到底会不会进一步跌圈 10跟50天线 不管是怎么样 就算是跌圈 只是代表股市反复不明的情况是比较明显而已 我也不觉得股市会怎么样大跌 可是在这个新年 农历新年之前 要是股市一直在成交低迷之下 正是进行一个整股的话 老实讲 作为赏务 暂时来做不许方面还是保守一点点比较好 毕竟短线长卖暂时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波幅的 大家要留意